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全球定位系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卫星的速写家 GPS绘制即时地图 二星际导航的歌手 GPS唱出方向旋律 三卫星的心跳感应 GPS捕捉生活节奏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卫星的速写家 GPS绘制即时地图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时代的神奇速写家 全球定位系统 GPS 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一位朋友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他都能在几秒钟内告诉你 你的确切位置 这位朋友就是GPS 但这不仅仅是一位朋友 这是一个由至少24颗 卫星组成的超级团队 他们在地球上空 约20200公里的轨道上飞行 以惊人的速度大约每小时 14000公里绕地球旋转 这些卫星就像天空中的快速画家 不断地绘制住地球的即时地图 这个系统最初是由美国国防部 卫军事目的开发的 但后来它的应用变得如此广泛 以至于现在我们几乎无法想象 没有GPS的生活 从导航到地理测绘 从农业到搜救行动 GPS都扮演住关键角色 现在 让我们以一种幽默的方式 来看待GPS 想象一下 如果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画布 那么这些卫星 就像是悬挂在天空中的画家 他们的画笔是信号 而画布就是我们的行星 这些画家从不休息 他们的作品永远不会完成 因为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不断变化 而这些卫星必须不断更新他们的画作 以反映这些变化 有趣的是 这些卫星速写家是如此精确 以至于他们可以帮助你找到丢失的手机 或者告诉你最近的咖啡店在哪里 但有时候 他们也会有点幽默感 比如当你的导航系统间 迟让你开车进入湖中 或者穿过墙壁时 这不是卫星的错 而是地图数据需要更新 或者是接收设备的小小失误 最后 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天空中的速写家 他们使得迷路成为了一种选择而非必然 无论你是在城市的迷宫中穿梭 还是在偏远地区探险 只要你的GPS设备有电 你就有一个随时带命的导游 这些卫星不仅绘制了地图 他们也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世界的连接方式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你的导航应用时 不妨向天空中的这些不眠之夜的速写家致敬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际导航的歌手 GPS唱出方向旋律 各位亲爱的地球探险家 今天我们来聊聊 那位无形中 指引我们穿梭于城市丛林 甚至是荒野的神秘歌手 全球定位系统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GPS 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宇宙的舞台上迷失了方向 这位GPS歌手就像是你的私人导航天使 用他的方向旋律轻轻轻地在你耳边歌唱 告诉你该往哪里去 他的歌声穿透云层 跨越山川 不管你身在何处 只要你有接收他歌声的装置 他就能引导你找到目的地 但这位歌手并不孤单 他有一个庞大的乐团 由至少24颗运行 在地球轨道上的卫星组成 这些卫星就像是散布在天空的音符 他们24小时不停地发送注时间和位置的信号 当你的GPS装置 接收到至少4颗卫星的信号时 就像是和弦一样 他们合作出你的精确位置 不过 这位歌手偶尔也会有些小状况 比如说 当你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 或是在密林深处 他的歌声可能会被干扰 导致你的导航装置跳跃或是暂时失声 这就像是无线电中的静电干扰 让歌手的演唱会 一时失去了原本的和谐 但别担心 科学家们就像是幕后的音响工程师 他们不断地改进技术 确保GPS歌手的表演 可以在歌中环境下都保持最佳状态 他们甚至开发了新的系统 比如欧洲的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 来给GPS歌手增加一些和声 让导航变得更加精准和可靠 所以 下次当你打开导航这装置 听到那熟悉的请在前方左转时 不妨想一想 这不仅仅是一条指令 这是来自宇宙深处的歌声 是那位星际导航的歌手 用他的方向旋律 带领你在这广阔世界中探索和发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卫星的心跳感应 GPS捕捉生活节奏 各位亲爱的地球居民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 在太空中翩翩起舞的现代奇迹 卫星 特别是那种能捕捉 我们生活节奏的心跳感应大师 全球定位系统 也就是我们口中的GPS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普 GPS是由一群在地球轨道上 优雅旋转的卫星组成的 它们不停地发送信号 给地面上的接收器 这就像是天空中的交响乐团 每颗卫星都在演奏自己的乐章 而我们的手机和导航设备 就是指挥家 协调这些乐章来创造出 精准的位置和时间信息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卫星们有自己的社交生活 那会是怎样的情景 它们可能会在太空中开派对 用无线电波做DJ 而GPS卫星 则是那个总是暗示发送 你在哪 的朋友 当你试图躲 那个总是想知道 你位置的好奇朋友时 GPS卫星就在上面微笑着说 别想逃 我知道你在哪里 但GPS卫星 不仅仅是个位置跟踪狂 它们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的 隐形守护者 想想看 无论是导航到一家新餐厅 还是救援队伍 在灾难中找到 需要帮助的人 GPS都在默默地 扮演住英雄的角色 它们就像是那种种 是在关键时刻出现的超级英雄 只不过 它们的超能力 是无所不在的定位能力 而且 你有没有想过 GPS卫星 也许在计算我们的步伐 和生活节奏时 也在自己的节奏中 摸住华尔兹一边旋转 一边精准地计算住 每一个地面上的步伐 这就像是一场宇宙级的舞会 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舞者 有这些高科技的乐队 指挥着我们的动作 最后 当我们依赖GPS来导航时 别忘了向上望望那些 默默工作的卫星们致敬 它们可能不会回应你的致敬 但至少你可以确信 只要你需要 它们总会在那里 准备好捕捉你生活中的 每一个节奏 所以 下次当你的GPS 带你抵达木的地时 不妨对住天空微笑 感谢那些 让你的生活更加有序的 心跳感应大师吧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来探索 GPS的神奇世界 无论是卫星的速写家 星际导航的歌手 还是卫星的心跳感应大师 它们都在我们生活中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这些卫星 就像是天空中的快速画家 不断地绘制着地球的即时地图 它们让我们 从迷路变成了一种选择 无论你身在何处 只要你的GPS设备有电 你就有一个随时待命的导游 这些卫星也像是一位歌手 用它们的方向旋律 引导我们找到目的地 它们的歌声穿透云层 跨越山川 不管你身在何处 只要你有接收它歌声的装置 它就能引导你找到目的地 当然 这些卫星也有一些小小的状况 比如在高楼林立的都市中 或是在密林深处 它们的歌声可能会被干扰 或者暂时失声 但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改进技术 确保GPS的表演 可以在各种环境下都保持最佳状态 最后 我们要感谢这些卫星 它们将我们与世界连接在一起 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序和方便 无论是导航到一家新餐厅 还是救援队伍 在灾难中找到需要帮助的人 GPS都在默默地扮演着英雄的角色 现在我想听听您的想法 你对GPS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故事要分享吗 请在下方留言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感谢观看